老外准备了半桶水,在瓶盖上还有一个气门嘴,然后通过气管子往里面打气,最后实在按不动了,现在里面的压力已经变得非常大,然后把水桶倒了过来,把盖拧开之后,水桶直接就飞了出去,当然这根本用不了这么麻烦,接下来就换成了一些液蛋,把液蛋倒在了里面,等把水桶倒裤过来的时候,水桶也直接飞了出去,看起来与刚才往里面冲气的效果是相同的。 不过液蛋的温度还是非常的低,如果操作不当,很容易发生危险。 接下来又准备了一个喷雾的烟花,为了能让烟雾更多一些,就准备了一些液蛋,把液蛋给倒在了里面,烟花点燃之后也放到了液蛋当中,立刻一股黄色的烟雾就笼罩了整个镯子,慢慢的,烟雾变得越来越多。 除此之外,液蛋的冷冻效果也是非常的好,往一个玻璃杯当中倒出了一些液蛋,然后拿来了一颗心脏,把心脏直接就放在了上面,在上面向外散发出了一些白色的烟雾。 里面的液蛋也沸腾了起来,就这样在里面浸泡了一段时间,当再次拿出来的时候,心脏已经变成了白色,而且上面也布满了大量的裂纹。 看着也是有些危险,可千万不能模仿啊。